现在母亲呢,母亲节快乐,包括现在啦,我们也可能近期也不会跟你说什么,就父亲,所谓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好不好,OK,那么另外呢,我们要开会了,OK,所以有些人问我,为什么我的穿着是这样,当然我看过很多人在网上,我一向来说比较讲究一些,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尊重这个平台, 因为我尊重你们这些兄弟姐妹,这些同学们,所以我就穿得比较好,当然在家里,可能就这样开会最好了嘛,是吗,反正,你从你的相机这边,你看到我下面有没有穿吗,看不见,但是这个是从心所发的,我尊重你们,所以要穿得好一点,所有希望呢,当然,所有听,有时候听课, 还是跟我们分享的同学,有时候,我见过,手几次一些人,还在相机前面,还是手机前面呢,一直一半在吃东西,在谈话,在开着收音机,开着电视机呢,那个尽量不要,或者在挖这个挖那个,如果你真的要需要做那些比较 私人的事情呢,就把你们的视频关掉,当然现在我们会要求你们把视频关掉,那么看到,那么新的人进来也不知道,他们什么就没有留意,好, 好,那么今天呢,为什么,我不知道,现在也只有80多位,现在这几天,这几个星期呢,雨薇总裁,我们的总裁, Perry,他都,到处他都一直,一直直播,非常好,非常积极的, 那么原来,昨晚,终于水落石出了,知道为什么他现在这样积极,这样厉害,因为他花了5000元去上了课,花了5000元是非常值得的,看了他这个成果呢,就知道是非常值得了, 现在Perry,哪怕是在家里,或者有一次他还穿很漂亮的一个韩国装,那么有时候是要把车子呢,驾到加油站,或者去拿一些东西,买一些东西呢,半路还可以直播,那是Facebook Live嘛, 那么有一次哦,在坐在车里面,驾到去要买东西的地方,东西已经拿到手里了,发车,这个窗门升上去, 那一段时间,他很快,他可能把这个,哪怕是14分钟,15分钟都办完事,那整个课程,跟我们讲了,跟我们分享了,很棒的一个分享,花了90分钟,一个半小时Berry在那边,不停的可以讲,而且真的,像他说的,你要从内心而发就对了,你会感动到人,他现在是每一场,都能感动到很多人, 所以,有他的讲座,我们就上去听的,哪怕现在好像这样,要等一下要互动的一个Zoom,一个会议室,或者只是单方面,你只可以留这个短信的,Facebook Live也好,或者YouTube Stream也好,所以,等一下今天呢, 因为,因为我看下来很多节目,也最近,一个个去分享,就分享,当然我们公司的产品,包括我们的雨薇油啊, 云加果油,369啊,现在不止,我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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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里面的很多档案还是第五代,现在我们已经第六代了,还有新的产品,包括,当然我们是非常,非常好,现在保护我们的,我先转回来,呃,等一下跟你讲,现在,我看到这边,荧幕上是马来西亚,那个,行动管制令, 从今天你们的首相啊,说了,两点下午呢,那个广播直播,他说,我们会延长到,呃,另外多三十天,从今天开始多三十天了,所以原来你是可能五月十二号的,那个是泡汤了,不要紧,那是为了你自己安全,所以直到我们六月九号就看你们,那么,看看这个新加坡呢, 新加坡也不会比你们早很多,我们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延迟,越来越严重,因为现在,就像哦,现在原来新加坡也没有几百人,一千人,两千人,今天过了今天呢,都超过两万人了,所以我们的, 而阻断设施呢,措施呢,也是要到多三十四天才完毕,所以到二十二天,所以六月一号,是最后一天,我们真的要出去,真的有些人要,要真的要上班,还是去买什么东西, 要从六月二号,但是呢,现在政府也是说,哪怕六月二号到来呢,你能够的话,还是来,还是从家里上班, 我相信很多老板们呢,很多公司呢,哪怕一些必需品的,必需的服务的,他们也是会这样,在家里上班, 我们在,可能在过一阵子,我们说了,这个部也会发出一个短讯啊, 我们差不多到了八点二十五分,我们会把这个会议锁掉,为什么呢? 他,差不多一个多星期前吧,在会议中间呢,中间有一些,不来明,来历不明的, 黑客也好,还是朋友们,还是导弹的人也好,进来去乱乱分东西,分享东西, 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呢,尽量,所有的人呢,你们就用自己的名字在上面, 不要有无名信,比如,只是用你电话的牌子啊,iPhone啊,还是华为啊,还是Samsung, 只要有你的名字,我们的Boo老师的会让你进入到这边来,好不好? 所以,等下我再过五分钟,我就会把这个会议锁掉, 所以现在我们就到了Sanker Bias,所以今天看看, 这个,这几天呢,这几次Perry所分享的,提到一个东西, 现在这个疫情呢,虽然很多人会非常辛苦,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不像一些国家的领袖说,没问题的,过了几个月就没有了, 现在只有几中会变成零的,或者到了夏天来呢,这个温度比较热呢, 它就会消失的,不是这样的事情,这个温情呢,真的是一百年来的大温情, 因为上一回,有这样严重的温情,就是在1918年到1920年的那边打错啊, 所以那两年呢,差不多死了超过五亿人,那时候, 从五亿开始,他们统计呢,可能总共的亡者呢,会差不多属于我们全球那时候啊, 全球的三分之一的人都因为那个疫情死去,那么现在一百年后, 当然我们有十几年后,我们有这个2003年的SARS啊, 当然我们也有中东一些炎症啊,我们有一个EBOLA, 但是那些就因为,也是因为那个SARS的经验那边,可能,因为这个,现在这个疫情呢, 这个SARS-CoV呢,它是跟SARS的那个病毒是有些相似, 有些相似怎么说呢?是通过Evolution,就是说通过他们的祖先是一样, SARS的病毒跟现在COVID-19的病毒,他们的可能的爷爷的uncle的大叔是同一个人, 可能是40年前,这两个病毒是来自同一个, 他们在不同的动物里面在循环, 当然现在你说蝙蝠啦,或是那个穿山脚啦,Pangolin啦跟Bats, 是,他们已经转型了,所以因为,也是因为,你看香港,香港就好, 香港当然他们已经被那个SARS的经验吓到了那时候, 所以很快他们很多人就开始要戴口罩,自动的, 那么中国的人,中国人也是在这边,我们在新加坡就知道, 新加坡有个在很多华人的地方在叫牛车水, 牛车水那时候呢,我们政府来说,如果你是健康的呢, 你本人不需要戴口罩,为什么? 因为口罩很缺货,所以口罩我们宁愿要留给所有的医务人员, 非常重要,如果医务人员没不够口罩用,那是很糟糕, 他们知道,所以那时候呢,政府是建议, 只要你健康呢,是不需要戴口罩的, 那些觉得有病呢,要咳嗽的,要打哼的什么东西, 你才戴口罩,因为你要不要让它保护, 不要让你喷到别人,传染给别人, 但是你看香港,台湾那些,他们就比较早, 就开始戴口罩,现在大家都发现了, 原来这个病毒呢,比那个SARS那时候的病毒, 它的感染力超强很多倍,哪怕你没有任何症状的, SARS那时候,如果你已经得到中了那个病毒的话, 很快两三天,你真的会烧起来,会倒下去的, 你就会在病床上面了, 所以你也不会有能力乱乱去走动, 传染另外的SARS的细菌给别人, 但是这个COVID-19,这个SARS,COVID-19, 第二种类型病毒,跟SARS的病毒不一样, 哪怕你没有任何,没有任何病状, 不发烧,不咳嗽,不喉咙痛,等等等, 看起来走不喘气的, 你可能身体内已经有了那个病毒, 也随时一个人在你三尺以外,两米以外, 都会被你感染到, 那么那个人可能会病重, 但是你一直下去, 也没有任何的病状, 就是这边, 可能可以施责了一些, 现在,当然新加坡呢, 最后我们也了解了, 因为发现在很多台湾的电视节目呢, 也解释, 为什么最近他们台湾说要送一批, 很大批数量的口罩给新加坡, 新加坡那时候是我们的总理夫人, 在看到这个新闻之后, 台湾嘛,台湾好, 要送口罩给新加坡, 他只是写了几个英文字, E-R-M-M, 那么很多台湾网民看了这个, 哇,新加坡不是好歹, 我们要送口罩给你, 你还会呃, 还优移什么东西, 你不立刻要谢谢我们, 你知道为什么吗? 呃吗? 原来在二月份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 下来会非常紧张, 我们必须要准备很多口罩, 那么怎么知道, 新加坡在台湾, OK,我们国英一些公司, 新加坡在台湾有两条生产线, 生产口罩的线, 但是那时候呢, 因为台湾也知道非常紧急的, 台湾禁止所有口罩出口, 他哪怕你是你自己的生产线, 虽然他不可以拿掉你的生产线的口罩, 他不让你有任何口罩运出国家, 包括新加坡那两条线, 国营公司那两条生产线的口罩, 都不可以运回来新加坡, 最后怎么样? 最后新加坡也唯有把那两条生产线, 从台湾那边拆掉, 用船运回来新加坡, 再组装那两条生产线, 足足浪费了一个多月, 所以为什么? 那时候他说, 后来他又要送给新加坡口罩, 所以他的反应是, 如果当初你让我们用就不是很好了, 好, 现在我看有105, 如果我先会把这个, 我们的会计词先锁掉, 如果有人想进来的话呢, 看看, 请发一个短信给英家卫, 就是Boo老师, 连他会message我, 让我知道我会把它开住, 或者你已经掉线, 你掉了出去不能进来, 现在已经锁住了, 这个会议室已经不能再有新人进来了, 那么等一下我需要的话, 我再开, 好吧, 那么下来呢, 当然这个是100年来另外一种巨大, 这个的死亡率, 当然现在因为我们健康比较好, 卫生比较好, 这个医学比较发达, 应该是没有那种, 那时候这样100年前的5亿人死亡的, 是吗? 谁在? OK, 好, 那么, 但是呢, 现在这个时期呢, 会变成什么东西呢? 会影响到很多人, 你我已经待在家里, 好久一段时间了, 很多公司, 很多商家, 很多服务, 以及停止营业了, 那么哪怕现在到你们6月9号之后, 或者我们6月1号之后, 你觉得那个在市场上面, 它会恢复前面吗? 我要问你这个问题, 当然有很多人也想问这个问题, 包括我们这两位好朋友的问答, 你觉得它会回到我们所谓的正常吗? 你觉得呢? 多少人会觉得我们能够回到从前一模一样的? 就通过这个, 通过现在你几天, 你看每天的新闻, 你看美国的新闻, 你看欧洲, 英国, 只要这个经济, 都比较发达的国家的新闻, 你看澳大利亚, 你看新西兰, 纽西兰的新闻, 答案只有一个, 回不去了, 再也回不去了, 真的, 这个不是吓人的, 这个真的不能回到从前了, 为什么要来? 好, 看, 刚才做那个, 我说那个决定是对的, 你看新加坡这边, 这个是我们一个照片, 外劳宿舍的照片, 你看我们每天有上几百, 有时候上千人新的病例, 病患, 我看不啊, 哦, 他刚才在测试东西, 不要紧, no problem, 如果有人要进来这个会议室, 让我知道, 再message我就好了, 好不好, 那么, 每天现在发觉, 因为他们我们在测试, 现在我们每天可以测试多少人呢? 我们原来是从八千人开始, 我们的部长说了, 应该要多, 再多几个星期, 可能一天要达到四万人, 能够去测试四万人, 所以现在我们能测试多少就有多少, 所以你看今天, 加了差不多八百七十六个人, 但是还好, 那边只有单数字, 有几位是在社区的受感染, 所以我们现在待在家里是对的, 那么这些外劳呢, 我们已经把它隔离了, 但是我们把它隔离, 照顾它都非常非常好, 不是住旅馆, 就是住在邮轮, 那么每人一个小空间, 一个小房间, 个人哦, 那么还有食物都超好的, 随时会保障他们, 保障他们这个期间过后呢, 他们就回去工作, 那么到目前还好就说, 虽然我们有差不多二十二千, 超过两万两千人呢, 我们的死亡率只有现在二十位在新加坡, 所以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么希望这边我们这些外劳大哥他们呢, 因为他们年轻, 所以他们非常健康, 他们应该是可以抵过这个疫情的, 但是如果他上了年纪就糟糕了, 另外你看这个, 但是马来西亚, 我们总共在这边, 住在这些宿舍的外劳, 总共有差不多三不到三十三万, 就是说三百三十千人,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些人住在外面, 其他公司给他们的住宿, 所以大部分三十三万都是住在这些, 所以如果三十三万这些人, 我们就拿百分之十, 会中到感染病毒, 可能会达到三万, 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一个星期十天, 我们应该会达到那个宿舍处, 可能啊, 就因为每天如果可以要测试四万个人, 就赶快越早越好找到他们,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隔离了, 再过十天两周呢, 没有被感染的就不会受感染了, 他们已经过了那个危险期了嘛, 是吗? 他们现在是各自住他们的房间, 已经分开隔离, 也不在社区, 都在特别的旅馆, 都在我们特别政府为他们租的邮轮上面去生活, 所以要过了这疫情, 希望真的在五月底之前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解决, 但看看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总共有多少外劳, 我们是33万嘛, 马来西亚说国内有671万外劳, OK, 差不多人口的20了, 另外呢, 这个总共啊, 还有根本你看200万是合法的, 有400万非法的外劳, 你觉得这400万非法的外劳, 哪怕他已经觉得他自己有中了病毒呢, 他会跑出来去求医吗? 绝对不会的, 他一定去跑啊, 跑掉, 去躲起来, 所以大家还是要不要, 要小心, 不可以掉以轻心, 待在家里是对的, 一定要过了这几周, 所以他做的, 我觉得他做support, 做的决定是对的, 但是呢, 这个决定呢, 会后面害死很多人, 就是那些要上班的人啊, 下来, 下来还有没有的工作, 就是过了你们6月9号, 6月10号后, 很多工人, 很多员工, 很多为老板打拼的, 到时候你到底有没有一个单位可以回去工作, 没人知道, 那么今天呢, 当然我们说我是应该啦, 应该是做一个产品分享, 我还会很快的分享, 因为下来很多讲师, 之前在我之前这几个星期也很多讲师讲过很多产品, 包括比如明天, 明天Win, 什么也会讲包括喜乐宝的SELPRO特别的讲, 所以今天呢, 我会特别要进入深入一个课题, 就是等一下我们的电商瑜伽网的方式, 看你们怎么, 教你们怎么可以最快的速度去达到目标, 开始直播, 开始传播, 传达我们的大健康这个讯息出去, 那么我还是会讲啦, 怎么讲就是什么, 包括最重要的产品呢, 这个, 是吧, 第二个是这个啦, 第三个, 这边, 还有, 每天每个人都在用的, 这个到底是谁呢, 这个产品当然就是哈拉, 我们的乖宝宝, 给乖宝宝所用的产品, 有了它, 你们都不需要这么担心了, 好吧, 那么我就先开始重复一下, 我们以前有跟很多人, 一些人会觉得可能一直讲一直讲, 这些产品, 会老调摇了一点点, 要听多点新鲜, 我们就尽量新鲜, 好吧, 现在转过去, OK, 所以今天我现在跟你分享一些东西呢, 一样造就, 你不要, 因为李耀邦老师说了, 所以我会停止吃这个, 要吃那个药, 我少吃这个, 多那个吃, 这个都给你作为参考, 好吗, 那么, 那么这是我们对你的承诺,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在马来西亚当然有很多公司, 直销公司都是马来西亚职销协会的会员, 新加坡是非常罕见的, 新加坡至少打底了, 有几千间比较大中型的直销公司, 你猜有多少间, 只是加入了新加坡直销协会的, 因为你加入了直销协会, 所以他就说有人一直在看着你, 怎么操作, 你怎么去回馈奖金等等等等, 给你的会员, 根本是一个绑手绑脚的动作, 但是呢, 新加坡我们为了给你的承诺呢, 还是加入了, 我们只是新加坡这个直销协会里面的, 二十多家之中的一家, 厉害不厉害, 这几个公司, 只是一个三年多的公司, 但是因为承诺, 我们要做一个百年事业, 就一定要有这样的终止, 老老实实的, 踏踏实实的, 一步一脚印的做, 做给你, 所以这个我们的会员也有保障, 那么在那时候, 我每次分享, 我就开始这个, 这个不是假消息, 不是fake news, 不是假新闻, 这是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新闻, 包括你们那些是新海峡时报, 在New Straits Times, 在马来西亚, 我们是The Straits Times, 是他的祖宗了, 那么说了这一部文章, 就说我们的, 我们的微信部呢, 做一个调查, 调查了新加坡人, 这是新加坡人哦, 他没有不管, 不是这个调查, 这是华人, 还是东南亚的公民, 还是马来西亚, 没有完完整整的100%是新加坡人, 他们发现什么呢, 百分之百的新加坡人呢, 对比相对啊, 我们那些美国老, 是我们的老外了, 美国的兄弟们, 欧洲的公民们, 就是美国, 我们会比他们早十年, 会得到某种的心脏病, 严重的心脏病, 心脏病当然包括, 轻微阻塞, 血管阻塞, 中风, 心脏病发作了, 等等等等的, 所以我们会比他们早来十年, 这个听起来是非常奇怪的, 为什么, 你们的心目中呢, 看老外都是大致, 很多都是过重的, 太胖的, 你看他们每天所吃的食物, 都是大鱼大肉, 可能他们比较多大肉, 少一点大鱼而已, 当然他们也吃很多骨类啦, 食材, 你觉得他的健康会比你差, 比我们亚洲人, 我们的黄皮肤人都是瘦瘦的, 在这边, 但是, 为什么他们如的地中心脏病案例会比我们迟十年, 我相信因为对于马来西亚的人, 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同学在这边来讲, 我们, 你们跟西亚坡吃的东西是相对的, 哪怕你有Pranakan Kari, 你有印度, 有南印度, 北印度的餐食, 有泰国餐, 等等等, 有甜的, 有辣的, 有酸的, 有咸的, 我们所吃的一样, 所以我相信, 你们的案例也是差不多在这个数字之, 还是他们会比我们迟十年, 那么那个年龄的危险年龄是什么呢? 原来是差不多六十岁, 如果你我好像要接近六十岁呢, 我们要不要小心, 当然如果我们已经至少有好几年开始吃了好油, 一直慢慢的去排了我们所有累积这样多年的坏油, 也不要需要这么多担心, 因为我们有这个知识, 我们有健康知识, 我们有吃的知慧, 吃的好的营养, 但是六十岁, 六十岁你就要小心了, 他可能就会, 你会感染到你第一宗, 经验到你第一宗的心脏病, 可能可大可小, 所以很多人, 那么因为这样呢, 他建议是当然每个人重要的要经常去做一个身体检验, 如果全身检验呢, 年轻人可以可能隔一年隔两年, 牙医你隔几个月去一次, 最多一些人拖啊拖到一年, 但是现在上了年纪呢, 尽量是每年都要去, 那么有时候, 包括我自己啦, 每个人呢, 你我啦, 都会有时候偷懒, 说有没有其他方式呢, 可以说减少要真的去建, 去住院, 如果要做全身的体系的检查, 一般都是要逗留一晚最好, 或者住院, 不可以只是抽血, 要去院, 我说有时候忘了, 就没有时间去, 至少这样, 我会经常呢, 我差不多每三四个月, 最多是四月, 去捐血一次, 那么一直捐捐捐捐下去, 那么捐血呢, 代表什么? 捐血没有代表什么, 捐血呢, 只是代表呢, 我的血, 我没有艾滋病, 我没有B型肝炎, 我没有那些在血内有感染病, 那如果现在, 哪怕现在, 如果你中了这个COVID-19的病毒呢, 它会测试你的血吗, 有没有COVID-19, 它不会, 你也不知道, 所以那个不保证你的健康, 所以还是, 我们还是要把我们寄托放在我们的好饮食上面, 就是我们导包手中这几样, 加其他所有这个宇味公司的超级食品, 好不好,来, 那么, 最近呢, 我问, 我这个很难得, 那么前置之前两晚呢, 刚好上线, 就找到一批人, 这一群人不是, 如果平常时间, 如果否, 是否这个是, 是个特别时根的时候呢, 你是很难找到他们的, 因为他们都到处飞, 到处跑, 有一些人在海洋中, 一些人在飞机上, 一些人在国外, 一些人在制作, 忙得要紧, 里面呢, 我这些朋友呢, 包括邮轮, 几艘这个邮轮, 就说一些是赌船来的, 的执行董事, 包括一些大歌星明星的经纪人, 包括一些是在邮轮上面, 做节目的节目经理, 包括我们新加坡圣逃杀, 那个名声世界, 里面赌场演出的制作人, 包括一些我们的乐所等等, 所以我们是谈起来谈什么呢, 谈, 这过了这个疫情后呢, 你觉得下来2020年会不会怎么样, 每一个人, 大部分, 我也说是, 下来2020可能是泡汤, 这是一般的事业, 一般事业, 包括娱乐, 娱乐绝对是最后一个开放的, 我们就是搞娱乐的, 我原来是有一场演唱会在我们国家, 滨海艺术中心, 可以做1600人的音乐大厅, 6月1号的演唱会, 那时候已经, 那时候差不多只是在3月多, 还没有到4月, 开始了, 我们是皇期了, 升皇期, 升陈期了, 但是还没有, 最多是你不要大主人, 到最后可能剩下10个人, 到我们就立刻把它取消, 那时候取消呢, 它定为怎么呢, 现在把演唱会最早定为也是2021年的6月1号, 完全延期了一整年12个月, 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讲也是一样, 所以每个人心里心目中有一个想法而已, 所以我们就为什么要谈起来, 就我们有哪一个行业, 可以有一般就可以搬上, 会不会让它影响这样大, 或者可以把它搬上网的, 我的公司呢, 我自己的公司呢, 有一部分是做所谓的教育的, 是歌唱的, 所以有歌唱班啊, 歌人班等等啊, 那些很奇怪, 奇妙, 所以那些真的能够把它搬上网, 所以每周都有一天, 我的歌唱老师在他自己的家里, 我在这边另外一个一处的地方, 我会准备所有要唱的歌要学的, 我有钢琴在旁边, 他的歌谱等等都放上网, 他们在他们的家里, 哪怕在他们的大厅或者卧房, 也是上网, 同一个时间, 三人或者到十人, 就是十个地方啊, 会上网学唱歌, 唱这个礼拜, 学唱这首歌, 下个星期叫功课, 所以真的呀, 那么里面, 我跟你讲, 我这些朋友呢, 包括邮轮, 赌场都完全关了, 所以新加坡, 哪怕现在你们在马来西亚, 当然云顶也一直跟你们关, 关到6月9号以后了, 看几时会开, 他们已经说了, 哪怕他让你开你的赌场, 变成一个赌桌, 可能也只能做两个跟他的运务, 三个人, 对于很多那些喜欢赌的人, 这个不好玩的, 没有那个气氛的, 没有人也要想去啦, 只有那些非常手痒的, 没有办法要跑进去, 但变成这样, 哪年那个演唱会变怎么样, 1600人的音乐大厅, 那时候我们是准备, 可能减少, 各每一排, 就让你看去看, 是一排不要做人, 旁左右也要各几个位置, 才做一个人, 做各几个位置, 各每一排, 你知道从1600个人会减到多少人吗, 很少, 那么下来呢, 很多行业都是这样, 那么里面有一个呢, 他的先生是以前是管, 就是说以前, 以前之后, 我说的以前是三个月前, 是管人家的那些歌厅, 歌厅他们有歌星, 来自海外的歌星, 当然客人会去那边, 叫酒啊, 这个吊花等等的, 那些也是泡汤, 完全是泡汤, 所以现在他们想什么, 想到可能到网上去, 能不能, 有一个客人肯的话呢, 付多少钱, 两位歌手会跟他一起上网, 再往对面跟你喝, 跟你唱, 等等, 这个还没有执行, 但是很多人就说, 这个不行了, 这个没有意思嘛, 只是看到这样, 你的酒跟我的酒, 怎么知道是真还是假的, 是吧, 所以真的, 2020年呢, 是泡汤了, 但是泡汤了, 严重, 非常严重, 但是刚才, 那对我们的演员不是做了, 最后的那个他说, 我们回不去了, 真的再也回不去了, 但是可能还有地, 还有另外一个答案呢, 或许, 我们可以从头开始, 就是这样, 所以, 哪怕很多人现在, 当然也不需要再从头开始, 我们的现在, 几年了, 这公司呢, 都已经在网上, 至少有电商, 当然, 要说到绝对, 是能够在网购, 那个, 你非常宿舍, 非常容易, 而且, 要公司, 要那个软件的系统, 懂你, 最好是懂得你要, 你还没有开始想, 他已经为你想了, 开始那些, 当然就是虚拟, 就是, 就是AI, 是吧, 那个一步一步来, 但是至少现在, 我们已经能够, 哪怕现在, 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也有很多兄弟姐妹, 你们的同学们, 当然等一下, 我们找他们上网来聊, 他们一次还是有收入的, 要买货, 一次还能订货, 尤其在新加坡来讲, 我们已经说, 跟政府说, 我们这个是食品, 所以我们的新加坡公司呢, 雨薇公司在那边呢, 是完全一致在营业的, 没有停过, 只是不可以有客人, 或者有会员到公司, 去取货或者订货, 一定要在网间, 网上去做这个服务, 那么很多人都非常开心啊, 那么现在呢, 下来, 我们要回到, 每个人都待在家里, 这样多, 这样多这个天了, 我们希望, 你能记得要做些什么东西呢, 我会转回去刚才, 那个让你知道, 在家里呢, 记得这个期间呢, 不要一直吃, 吃,吃个不停, 那么我们呢, 健康这几年来, 来的不易, 就是慢慢的每天在喝雨胃油, 那么我们一些人, 当然就为了保健, 为了我们的DNA, 等等的, 我们的好的细胞, 还喝了, 这个Inchowell, 我们现在最近呢, 也有喜乐宝, 最好的, 我们发觉, 尤其在疫情之间呢, 很特别的一个产品, 也会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 就是我们的Inchowell, 所以下来呢, 这些东西一定要每天继续, 我会现在会再提醒你们, 让我回到一个, 你们不知道, 虽然这个是一个英文的片子来, 但是看图呢, 会比我说亿万个字, 来得比较自如, 所有人你看一看, 只要你看到图, 虽然它的讲解呢, 是用英语,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病毒呢, 病菌是怎么, 参入你的细胞, 怎么干扰你, 直到你有肺炎, 这个死因呢, 就是肺炎, 而且你死呢, 是非常痛苦, 为什么你死的感觉, 肺炎, 通过这一病的感觉是, 你会被淹死, 我们来看看这视频, 然后我回来再跟你聊, 这就是SARSCOV-2, 它 belong to the family of coronaviruses, named for the crown-like spikes on their surfaces, SARSCOV-2 can cause COVID-19, a contagious viral infection, that attacks primarily your throat and lungs, What actually happens in your body when you contract the coronavirus? What exactly causes your body to develop pneumonia? And how would a vaccine work? The coronavirus must infect living cells in order to reproduce. Let's have a closer look. Inside the virus, genetic material contains the information to make more copies of itself. A protein shell provides a hard protective enclosure for the genetic material as the virus travels between the people it infects. An outer envelope allows the virus to infect cells by merging with the cell's outer membrane. Projecting from the envelope are spikes of protein molecules. Both a typical influenza virus and the new coronavirus use their spikes like a key to get inside a cell in your body. Where it takes over the cell's internal machinery, repurposing it to build the components of new viruses. When an infected person talks, coughs or sneezes, droplets carrying the virus may land in your mouth or nose and then move into your lungs. Once inside your body, the virus comes in contact with cells in your throat, nose or lungs. One spike on the virus inserts into a receptor molecule on your healthy cell membrane like a key in a lock. This action allows the virus to get inside your cell. A typical flu virus would travel inside a sac made from your cell membrane to your cell's nucleus that houses all its genetic material. The coronavirus, on the other hand, doesn't need to enter the host cell nucleus. It can directly access parts of the host cell called ribosomes. Ribosomes use genetic information from the virus to make viral proteins, such as the spikes on the virus's surface. A packaging structure in your cell then carries the spikes in vesicles which merge with your cell's outer layer, the cell membrane. All the parts needed to create a new virus gathered just beneath your cell's membrane. Then, a new virus begins to butt off from the cell's membrane. Now, with the virus spreading in your body, how can you develop pneumonia symptoms? For this, we'll have to look into your lungs. Each lung has separate sections called lobes. Normally, as you breathe, air moves freely through your trachea or windpipe, then through large tubes called bronchi, through smaller tubes called bronchioles, and finally into tiny sacs called alveoli. Your airways and alveoli are flexible and springy. When you breathe in, each air sac inflates like a small balloon. And when you exhale, the sacs deflate. Small blood vessels called capillaries surround your alveoli. Oxygen from the air you breathe passes into your capillaries, and then carbon dioxide from your body passes out of your capillaries into your alveoli so that your lungs can get rid of it when you exhale. Your airways catch most germs in the mucus that lines your trachea, bronchi, and bronchioles. In a healthy body, hair like cilia lining the tubes constantly push the mucus and germs out of your airways where you might expel them by coughing. Normally, cells of your immune system attack viruses and germs that make it past your mucus and cilia and enter your alveoli. However, if your immune system is weakened, like in the case of a coronavirus infection, the virus can overwhelm your immune cells and your bronchioles and alveoli become inflamed as your immune system attacks the multiplying viruses. The inflammation can cause your alveoli to fill with fluid,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your body to get the oxygen it needs. You could develop lober pneumonia where one lobe of your lungs is affected, or you could have bronchopneumonia that affects many areas of both lungs. Pneumonia may cause difficulty breathing, chest pain, coughing, fever and chills, confusion, headache, muscle pain, and fatigue. It can also lead to more serious complications. Respiratory failure occurs when your breathing becomes so difficult that you need a machine called a ventilator to help you breathe. These are the machines that save lives and that medical device companies currently ramp up production for. Whether you would develop these symptoms depends on a lot of factors, such as your age and whether you already have an existing condition. While this all sounds scary, the push to develop a coronavirus vaccine is moving at high speed. Studies of other coronaviruses led most researchers to assume that people who have recovered from a SARS-CoV-2 infection could be protected from reinfection for a period of time. But that assumption needs to be backed by empirical evidence and some studies suggest otherwise. There are several different approaches for a potential vaccine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The basic idea is that you would get a shot that contains faint versions of the virus. The vaccine would expose your body to a version of the virus that is too weak to cause infection, but just strong enough to stimulate an immune response. Within a few weeks, cells in your immune system would make markers called antibodies, which would be specific for only the coronavirus or specifically its spike protein. Antibodies then attach to the virus and prevent it from attaching to your cells. Your immune system then responds to signals from the antibodies by consuming and destroying the clumps of viruses. If you then catch the real virus at a later stage, your body would recognize it and destroy it. In other words, your immune system is now primed. Collecting evidence on whether this will be possible, safe and effective is part of what's taking researchers so long to develop a vaccine. It's a race against time to develop a vaccine amid a pandemic. Each step in vaccine development usually takes months, if not years. An Ebola vaccine broke records by being ready in five years. The hope here is to develop one for the new coronavirus in a record breaking 12 to 18 months. While all this will take time, stay home if you can to protect the most vulnerable. And don't forget to wash your hands for at least 20 seconds, and as often as possible. This video was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Nucleus Medical Media and the What If channel where we usually dive into hypothetical scenarios about the human body, humanity, our planet, and the cosmos. Check out our channel by visiting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below. Oh! Cl about all! How well? lightning! It's very easy to understand this. In order to see this virus after getting this virus, you will always find your brain in two sides. It's only one side of one side. It's always going to happen from one side. So this virus and SARS-CoV-2 have a very big distance between SARS-CoV-2. It's great to see this virus as the virus. It's just letting you get into the infection. 最多是变成肺炎 但是这个病毒呢 它会差不多让你整身的免疫系统有时候都变成太敏感 它会让你所有的其他的细胞都开始发炎 没有办法工作 你的肺里面根本你看小小的一个空间 是让你要空气氧气进来的 它已经发这个已经有肺炎 它已经发炎了之后 它空间越来越小 变成你根本是没有办法呼吸 就好像一些人要毕宫 你们看过那些警察或者那些军队 特别A级D Delta Force工作 它怎么毕宫呢 它是一直一个布 是布遮着你的鼻子的口 一直在捣水 变成你是要让你尝试 怎么去差不多要淹死 你得到这个肺炎的感觉也是一样 你以为插那个管道里面很舒服吗 所以一般人没有办法就在让你醒着的 当他真的要插那个管 用机器帮助你去呼吸的时候 他一定要麻醉你的 另外一个 第二呢 他发觉就算如果你睡在你背后那边 你还是没有什么空中间 因为你的肺数差不多往后面 所以他很多人现在只有唯一有一个方式 他们发觉有一点点效果 就把那个冰人转身过来 就让那冰人趴着睡 那么后面就给他多一点在空间 在到肺部里面可以取到氧气 去交换 OK 那个Carbonside等等的 好 现在这个题目下来 我就先去讲到 所谓的Perry一字提 一字提不停的 我们虽然不能回到从前一模一样 也不见得我们要重新开始 我们一向来都已经在这个大纲 叫大健康里面 现在只是要把它扩充 只要把更多的需求传出去 什么是大健康 大健康包括所有东西 包括一些这个Perry昨天有提到的 就是这边 你们必须要懂得吃的智慧 当然我非常开心 那天有一次Perry也说到了 我们有特别的欧阳老师 Perry会找他 虽然现在是疫情中 他现在你们更加要灌在家里到6月9号了 所以Perry希望可以早期找一天 就安排可能一个周末什么 就找欧阳老师来跟我们讲解 让我们好好的上课 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了 变成我们自己 虽然不是一个到大学 就读了几年文凭的营养师 至少有这个大健康跟吃的好的智慧 就请Perry 请这个欧阳老师 为我们特别上几堂的课程 那么每个人都知道病从口入 所以要懂得养生的知识 对啊 吃 所以我们这个 我非常非常的佩服 我们的管理层 就说包括从Perry 跟所有每个人出去读 尤其是Perry 读很多东西上网 那么他所有的资料 所有的产品 所有的食物 所有的食品 他的背景他都去读 然后就一一的用很简单的语言 跟我们分享 所以要懂得养生的知识 一定 一向来我们喝 印加果油 吃 InchaWell 那时候是 有时候太饿着肚子的 吃 哪怕是InchaMax 那么还有EchoX 还有这个InchaGuard 最近所有每一样东西 我们都比一些在网上的同学 这个幸运 因为我们这一批小批的讲师 在他的包装 还没有一个品牌印上去之前 我们可能有几个月就可以去拿去试 已经知道它的效果 它的功效在哪里 那么这些我们是不是吹牛 因为我们公司什么 我们不是代表 我们不是卖一个硬说 这个是食品 为什么 我们只需要每天足够的营养 传播传达 去养 去喂我们的细胞 我们就能够活得很好 活得很健康 那么 懂得细胞营养 知道 细胞免疫力 尤其这个特别是人 那时候呢 这个就在包装之前已经 拿到那几包 算是我们的sample之后了 突然间有一晚 我才从公司要回家的时候 就开始知道 这骨头 头啊 关节啊 开始有 一点点的小疼痛 那么好像你知道的感觉是 当晚可能是感冒了 当晚就回到家 可能半夜一定会发烧的 这个是通过以前了的经验 一向来经验 再回到家 还好 在我的包包里面 因为那时候刚刚 从我们 过去我们的柔佛 那么 这个Perry也跟我们讲解了 一批人就拿了一些回来 就开始 那晚立刻在睡觉前 一般我们就打开冰箱 拿一盒 Panadol Parasatmol出来 吃两粒 白开水吞下去 希望就把那个 这个瘟会压下去 也不会疼痛 这次不碰那个 就拿两包Injaga 倒进口 粉哦 倒进口 味道非常好 也不会恰到 喝一点点水倒进去 不到 不到 睡觉 我差不多赶快回去睡觉 就9点钟 不到半夜 要起床的时候 完全恢复了 这个可能只是那一次 这个不代表任何东西 就是说 因为你要帮老师说 吃了两包Parasatmol 就不需要吃Parasatmol 不需要吃 Aspirin 不需要吃我的Antibiotic 抗生素 不是 就刚好 因为 为什么 什么到底是Inchaguard Inchaguard 里面 每天Parasatmol 每天Parasatmol 跟我们分享的时候 都说 大家都要来 听到 这个好的 就放一个1316 你们现在可以不可以放一个1316给我 如果有的话 就知道你们在听到了 放1316 1316 Beta Glucan 这个东西 根本是来自几百几千年 包括很多东西 包括什么呢 你知道这个中国历史吗 当年的什么秦始王 要派多少个同男同女去找一个长生不老的药方 听说就这批人就去到往东去 就是现代的日本人 他们的祖宗就是那时候的 他们所找的什么东西 到最后可能你所听的灵芝了 那么日本人很厉害 说Shitake Mushroom 所以这些菌类很多的里面 原来就是提高这些免疫力的 那么你想 13跟16 可能是我们两个好可爱 在Immigration Customs 两个好可爱的 我们的宠物 犬 哪怕你有炸药 还是你有毒品 这个特别第三种 有COVID-19 还是有特别的细菌 我们这个两个宠物 就特别敏捷 会立刻把它吸出来 那么立刻如果它吸到 这颗病菌的话 这是我说法 就立刻判那个病菌死刑 不用再说了 不用再怎么去讲了 不也要继续再写东西 是吗 OK 那么 所以有Beta Glucan 有我们的营养 其他东西 包括现在我们的Sell Pro 明天啊 明天一定要准时 听我们的 Wayne老师的课 就洗了饱 特别 这些东西加起来 我们都吃得非常非常好 等一下为什么我们 给我半秒钟啊 谁是这个Chan Lai Hing OK 好 谢谢你 那么 有这个这样的知识呢 我们每天都不需要提心吊胆 只要好 好的吃 但是呢 就因为这个时期啊 我们要吃得好 继续的吃得好 不需要乱吃 因为我知道 不是每家每户呢 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厨师 在家里为你煮的 那么看了这些东西 所以Perry分享了 每堂课他会 他会补充 那么我是百分之百的赞成 一定要我们可以把这些讯息 传达出去 越早越快越好 我们已经在终点了 我们不需要回到 虽然不能回到重新 但是也不需要从零开始 现在只要赶快跑步 还是一个马拉松 我们还是要坚持好几年 那么在这几年 跟很多朋友谈 也听过不少的医师讲 就见证了 Perry所分享的这些东西 他也有曾经 也有听过朋友 去分享这些东西 比如他说 白病同源 百病同源 我们了解了 自从我开始分享鱼胃油 脂肪酸之后 知道你们最基本的机构 你们发病 你们健康 到底是什么健康 什么病 就是细胞 那么所有很多的病症 哪怕你多健康 你长得多好看 你头发掉得快 还是你手指甲 很快就要剪 还是长不出来 这些都是细胞 那么很多病症 都是来自细胞 那么百病同源 可以说 这是简单话 simplify 当然 那么就变成 百病就同制 一个怎么同制 就是要吃得好 给你的细胞营养 只要你最基本的那个结构 基本的细胞 不发炎 长得健康 它也可以开开心心 而且它的心 不会让那个病毒的新的RNA program 占有之后 变化 让它做变成一个病菌的工厂 它会活得很开心 它会活得开心 你也活得开心 活得多好几年命 这是最重要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普遍的看法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来自同样一个根源 那么现在就是要提醒在这边提醒各位了 那时候这个我是从这边当时我们是用这个来讲我们某一个产品的 当然是我们的Echo-X 所以因为你们吃 如果每天所吃的那 那 尤其现在啊 每天叫 Grab food Deliveroo 等等的 打包的 很可能每天都是吃这些东西的 叫这些东西了 还好我们 我们宇威公司那边呢 自己还有一个分 还有一个Coffee Kim's Cafe 是吗 那么可以叫 健康可以少盐啊 少糖等等 所以要知道 我们如果每天至少除了这个 先减低还是减掉你的糖 糖是一个唯有糖 也可以说 是如果你可以完全减掉不吃糖 也是OK的 当然 当然因为从这个饭啊 从那个面条啊 从这些东西都已经有糖分了 所以不需要再加多几汤匙的糖 OK 那么另外是盐 我们每天 有时候一些人呢 哪怕是这个薯条什么东西 都另外叫McDonald's 给你给我多两包盐 他还要撒那个盐在里面才好吃 你知道啊 那个盐就是Sodium Sodium就是那 那如果你的身体每天吸收太多 吃太多钠进去呢 你会破坏身体 但是当然 我们的身体呢 健康一个健康人的身体 也不可以缺少钠 但是他所需求呢 不是很多 所以一般在 比如美国FDA他们说 他们建议都是在可能在1500mg 所要 最多呢 高达2300mg 你是健康的 你没有病痛的 你也没有什么高血压的等等的 你还可以是维持在那1500到2300 跟2500之间 是OK 但是如果你发觉你去加起来 这个是一餐哦 一碗 比如一个Flat Egg Noodle 一个板面 已经2196mg 在那边 这是一餐而已哦 我觉得可能你吃午餐哦 你晚餐再吃多 一碗两碗 你是吧 超标 如果一天三 一个月三十天 你每天都一直在超标 包你6月9号回去 出去 要趴趴走的时候 你是血要高 是吗 所以要顾着这些糖分 一样 最近他们发觉 包括这个香港 现在是很 很有趣的样的东西 大家可以上网去看 要看几个 几个不同国家的报告 不要只相信那些 很特别叫clickbait 去吸引你进去 就要你看广告的那些 就要看新闻 或者看研究室 或者看这个医院的报告 我们会 这个现在有趣的是 从那些已经恢复 从这个病毒 COVID-19恢复的病人 知道吗 他们现在可以 看那些所有的资料了 This is what we call big data 做一个analysis 去分析一下 他们也觉得现在知道什么 原来这个COVID-19就是Sarcov COVID-2这个Virus 它杀伤力不止它在 它伤你的肺 让你得到肺炎 它会把你很多其他的西关也伤害 新加坡刚好上一个星期 就有一个例子 而且是我们新加坡 这个病亡的最年轻的一个 58岁的一个女人 他中了这个COVID-19 到最后 过了前一个星期 就是说在上个星期 他过世 在前个星期 他们已经测试了 他已经现在没有了 那个COVID-19的病毒了 他已经没有了COVID-19病毒 但是他其他的器官 已经被他的COVID-19的病毒伤害掉 所以他没有办法挽救 直到上个星期 他们终于会让他们的亲人去了 可能跟你们讲 他真的没有什么希望 最好是不要让他这样痛苦下去 要见他最后一面 然后他们就把那GT关掉了 给他就立刻关掉 但是就说COVID-19 他的杀伤力不止在你的肺 要小心就过了 哪怕你已经恢复 你是复原的一个病患者 你的体 身体还是很弱的 要照顾好自己 所以这个来说回来 这个也是为什么呢 为了这些人 为了病患者 为了社会 我们要赶快 要全力的把我们所知道的 我们所学到的 传播出去 让他们自己慢慢的恢复 帮他们吃我们的健康食品 就是说我们的超级食物 这也不是健康食品 超级食物 怎么吃 吃多少 因为你有这样的病医案底 应该吃加多些什么东西 我们并不是医生 我们并不是推荐他吃任何的药 只是一定要懂得怎么去 只是他赶快 恢复 养回他原来的那个身体 是吗 这是早期 好 下去 一样 除了这个 这个也是 越来越高 到2000 如果你 一天吃那个fish ball noodles 那时候 就在晚间 这个 这个 我笑 因为我是很喜欢吃那个fish ball noodles 鱼丸面的 那么 一天你吃了一碗 差不多你都爆标了 不用再 不用再吃任何 另外 含有比较咸的食物了 如果你这样吃下去 一个星期 一周 现在你在 那边 这个行动管制之下 每天去吃些东西 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 那时候 第一件事 你必须尽量去做的 在6月9号 或者在新加坡 6月2号之后呢 去检查身体吧 可以做一个 验血 做一个 看一个验血报告等等 看我们到底 在这 两个月 三个月之内 有没有把我们身体 吃坏了 但是 我深信 我自己深信 很多这边的同学 跟我们的兄弟姐妹们 你们的健康是保护着 因为 如果你们一向就没有停到我们的369 再一次加了我们的1316 他这些东西 是可以给你一个VIP pass to allow you 让你吃一些不太健康的东西的 不要天天吃 但是可以吃 所以各位一定要继续知道 但是这个智慧呢 我们现在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我们一定要分享出去 等一下我会讲怎么去分享 那么当然那水肿 很多人要减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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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一些人你一看过去 从你不用接近 你从一看过去 你就可以认得 这个人 他 不是特别 是胖 是胖 但是他胖呢 是肿的那种胖 不是扎实的 一层油了 但是你知道他是不是很floppy的 浮浮的那种胖 那种胖的法呢 那个是水肿 懂了 另外一个当然是 那个循环不好 一般都是老人家 病在床上 或者哪怕是年轻人也是 病在床上 你部位没有动 这个不流畅呢 血液不循环呢 因为你的淋巴腱 没有办法把你所有水 都散发出去 带走呢 你也会发觉你会水走 这些人呢 当然 我们如果是医生来讲 他们会给他们药 他们药就把这些水都排出去 但是呢 有时候排到过分 变成干的 我们这个 如果你是推荐是Echo-X呢 至少它是微型的控制 通过因为它也是食物 把这些所有水分带出去 最多就去洗手间一号 尿尿多几次 好不好 那么一样 那时候很多人都已经看过这些东西 原来除了油 坏的脂肪 就是说不好的油 盐也会造成这样多的对我们身体的伤害 所以这真的要顾着盐 根本是两个杀伤力很大的 就是盐跟糖 另外一个现在是 我看过一个报告是从香港 香港医院出来一些医生 他们写了报告 分享出去的 有糖尿病症的病患者 的COVID-19病患者呢 你的这个病会比较严重的 有时候会变成是否你会活还是会死 所以尽量尽量不要让你达到那个已经报表到 你会变成糖尿病患者 如果现在你还是所谓我们一般叫 sitting on the fence 的水池 一定要少我们的油 吃得好 减少你们的糖 等等的 那么下来呢 当然也有我们一些产品 我们从我们当时的赔能 赔力 balance rich 现在开始都有第二代了 那么 等下我又让你看看那个包装 它是 阿坎达当 Kamemoni 新的赔能 它里面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 这果实的油 叫做macadamia 因为我很喜欢一个品牌的冰淇淋 都是特别去买油macadamia的 给它的味道是什么 但是 因为它有了这个macadamia 它又加了 以前我们一直说369 现在呢 要开始练了 可以去买4D 因为它是3679了 来 加多一个一种的Omega OK 它是一种monosaturated Omega fat来的 那么这个要减肥就要这样 但是 也不要夸只是空口 我要减肥 老师Melvin我要去减肥 我要减肥 我可以 我可以不吃 你可以不吃 还是我不会吃多的 我跟以前吃一模一样 要知道根本减肥还是真胖 原理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多少的input calorie 每天多少卡 多少calorie input 你如果不把这些calorie 就把它烧掉 变成 这个你的力 你的energy OK 它就会留在你体内 所以你一定要 你如果吃这样多 你不运动 不到处去走 还是不做一些工作的 只坐在那边 现在每天 哪怕你看 6个小时 还是12集的韩国片 一口气看完 到半夜三点 这三点钟 睡到另外明天的自然醒 每天继续这样做 你会不会 你没有办法减肥 而且现在所有当然的 运动员 所有的gym 都不会开 除非你是那些特别有一个personal 也是通过网上你的教练 可以教你怎么去在家里做运动 所以一定要控制你吃多少 如果你真的没有做任何运动的 尤其现在 说现在完全不可以出去 我以前还有可能一个星期 有两天去跑步 现在完全不能出去 你不做这东西 你就真的要减少你的食量 没有第一个 There's no two things about it 没有第二点 第二个方式的 当然第二个方式是那些不规矩的 就是为什么我们新加坡有一个明星 他太太那时候还是未婚妻 去买那些减肥药 吃了没到三个月 整个肝都坏了 完全整个肝要去割除掉 那时候新加坡的法律还不允许 不是自己血缘的亲人是不可以捐的 但是他已经是未婚妇了 可以立刻去注射 所以男演员捐了一半个肝 给那个女孩子她的未婚妻 至少 但是他一世人下来都要吃药了 就说不要让他的体把这个踢出去 anti-rejection 但是至少也只有肝可以重生 其他什么的细胞 其他的关就没有办法再生了 你的脑会加肠 会 当然要吃很多很多的 Omega-3的油 就是我们的阴加果油会帮助你 那么现在尤其在这个 非常时期呢 我们也了解 因为每天都会有很奇怪的人在外面 你看他们的一举一动 因为他们被拨 被逼 待在家里太久了 尤其他们如果家的空间不是很多 或者他跟家里有什么人是很好的 每天会吵架 见到人是吵架的 那是更糟糕 所以他们会有很多心病 现在最糟糕的下来呢 是会你发觉有很多人会产生一种精神病 那么 除非呢 希望他们会通过你们的分享等等 可以开始吃 还是继续吃多点油 Omega-3等等 会让他会解缓的 Melatonin 让这个人比较平静 没有想去跟人家去吵架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一定会有帮助 好 那么下来 你去看 这个就是所谓的阿坎达档 那么非常期待 那么这个也要 也要 可能在等 Perry 或者Tony 或者谁 来找一天 特别 虽然他还没有上市 也可以先讲 先 跟我们讲 到底现在 有这样的合成的一个 我们的英家国家 现在最新的 叫了Macadamia 在上面 有什么益处吗 当然 越多有越好 但是他的分配 他的balance 他的ratio 有什么好处 让就让 等你们来跟我们分析了 好不好 好 那么下来 应该是 这个是 促销 这个5月的促销 你们就跟你们上线 去谈谈好了 尤其因为在有母亲节 双亲节 这个月有很多不同的促销 来 赶上去 所以现在让我去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题目 在这个之前 当然从我们的马来西亚朋友 都跟我们所有的同学 都很 有一些 我觉得只有一些 其他人都说我宁愿带在家 有一些人说希望下个星期就可以回去走了 出去走走 好不好 哪怕是要回去公司看看了 太多东西 我觉得现在如果你是真的从第一天禁止你出去的话 没有回过你公司呢 至少公司里面内外所有的职务都已经死掉了 没有人帮你浇水给他们 那么要回去看看的时候呢 真的我觉得建议呢 非常小心 面这个口罩一定要带着随时 那么每一家公司或者每一个人 真的那个哪怕只是一米最好是两米 能分多远越远越好 因为现在它的传播呢 你真的不知道从哪里 另外再有一个也是香港 因为他们现在案例太多了 所以他们可以去分析 这个病毒呢 也可以从你眼睛入 不是病从口入而已 病也可以从眼入 所以戴一些墨镜啦 神采比较stylish一些出去 哪怕在室内也戴着墨镜 戴着口罩 那个会对你比较安全 稍微安全一些 好吧 那么现在呢 我们说我们的启发点在哪里 我们的启发点不是 我们要冲击 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平台 这样久 当然你说这个平台 是百分之百的最棒的一个平台吗 我们还可以进步 公司肯定还可以为你们 通过你们的意见等等去进步 去调整个软件 我开始的时候 很多年前我都是写程序的 所以了解 你要做system analysis 你要人家feedback 你要他要这个 他的视频要怎么 这个按钮在哪里 他都开心不开心的 所以当然有很多人觉得 这个好那个不好 所以公司会去考虑所有东西在家 当然到某一天呢 如果这个软件完全可以知道 就通过你以往一项来所吃 所利用 所买的时段的资料呢 他可以推荐 你到现在已经应该去买这个油了 或者听说你看到 你从你资料知道 某某某吃了这个什么东西 现在过了七天 你可以自动加这个 而完全不需要 不需要我们人去帮他去做决定 他去分析 然后去推荐给我们的会员等等 有一天 那天也不会太久了 那么下来更多 包括5G等等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就做得出来的 那么通过讲了 我们Mike哥也讲了 我们Perry也讲了 那么都分享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下来 2020年其他行业呢 有公司的 有租金要还的那些 都是泡汤了 绝对是泡汤了 那么剩下那些已经很顺情在网上 可以沟通 可以卖东西 那天有人分享 Berry也分享 新加坡也很多 新加坡我们一个鸽台的 什么一个大 他们叫他卖鱼鸽 在网上这样 一条鱼在那边 撑撑给你看多少 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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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不知道他有没有赚钱 标多少 最后一个 好卖给这个 去转站过来 把鱼送过去 一样 我们的产品这样一定要提供的知识 不是Hot Sale 不是我只想着这个 或者 我们不要为了只是钱 现在真的 每一位同学在这边 每一位兄弟姐妹都可以 就是出去分享你的智慧 出去就是 因为很多人会非常无助 非常非常的无助 哪怕是他们的收入了 当然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自己也刚开始的时候吃 嗯 虽然 雨薇的产品呢 的价值 都是公认的 都是算是不贵 但是你开始要吃 因为你要吃很多吗 这个这样好 但是加这个更好 再加第三样 如果你可以三样 每天都吃这三样 太棒了 一区棒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吃多少 再加多少钱 每个月的花费多少 直到 直到突然间 每个人也了解了 诶 不是啊 如果我是只是一个 维持一个消费者 我当然是越来越贵 没有办法 可能我也应付不了 我还要还车 还要还租 还要贷款 还要这 还要那 但是 如果大家知道 不要紧啊 我只能 我自己吃的好 只是出去跟别人 跟我的周遭 跟我朋友 跟我经济分享 诶 突然间 我每次 每个月吃的那盒 3ml 85 包的 印加果油 是免费的 而且还有剩 剩的 我只加多一点点 钱 我又去买喜乐宝 Sell Pro 吃了两个月的 印加果油 加了喜乐宝 突然间 诶 又多了钱出来 这些已经免费了 再加多个印加果 让我的免疫力 尤其 这几年到明年了 一直到明年中旬吧 我觉得 他们突然间发觉了 尤其最近的疫情这边 我们也知道 很多我们的姐妹呢 兄弟呢 同学们 你们在场的 都有一些跟我们分享 诶 我还从雨薇那边收到钱 每个月 两次过账到他的银行户口 那个 合了而不也就是这样 开始的 要传达 就往上 那么往上要传达 是要通过什么呢 就 现在我们是开会 但是这块也要知道 有几种方式 一个很简单 每个人 哪怕你只需要 一把手机 拿起手机 就需要 但是我建议 如果你拿起手机呢 至少要带一个 有线的耳筒 跟 集中有话筒的 它会比较清晰 因为你通过他的 无手的 hands free 的话筒呢 会很潮的 有时候很潮 只是一把手机 跟一个有线的耳机 就可以了 就开始了 这个你可以用上Facebook做Live 但是FacebookLive也知道 FacebookLive是单方面 但是很顺 很顺畅的 单方面出去 那么怎么互动呢 互动也唯有短讯回来 你看啊 1316 OK OK 知道有人在 但是现在 为什么我们现在在用Zoom 或者WebEx 或者Google Meet 或者这些等等 因为我们要互动 原来我们的OPP 原来我们的培训 就是眼 eyeball to eyeball 我看去眼 现在你就要习惯 我所看的只是一个镜头 我是想像你是在那边 你们是一群人在那边 那么等一下 我们就把你们的所有的视频的镜头开着 把你的声音再打开 就可以互动了 或者随时要问问题呢 对 你就按一个举手 raise hand 看到呢 我就把你知道 我就把你的话筒开了 就跟你跟你聊 那么在跟你聊至当儿呢 别人所有其他的同学 兄弟姐妹们 也会得意 因为他们知道 哦 根本这个问题是我也想问的 他已经帮我问了 我分享 我再想另外一个 这是我另外的经验 就是这样 我们就一定要用这个Zoom 这样的会议式的方式 还有一个除了Facebook Live 还有YouTube Streaming 就像现在这样一样 我也可以一直讲 或者 或者 比如现在我所用的这个系统 现在我要知道 我 我到底 我转过来这边先 我到底呢 现在的病例有多少 让我看看 我可以变成好像一个CNN的 看看 全球 总病例 目前 411 可以400多万 看看 等一下 新加坡 马来西亚 等等 所以我们这个会议中 也可以利用这样的系统 变成根本你是在制作一个节目 做一个好好的 我可以邀请一个嘉宾出来 我跟他交谈 访问他 让他分享 我邀请Perry进来 让Perry跟我们讲讲 这个3679 Macadamia好处 看看新加坡疫情 今天新加坡加入变成你看有23000 那么 新加坡现在排名是24名 从最多 美国是大格达 不是好的大格达 马来西亚应该现在是排名第49名 还是比较少 但是我刚才读说了 刚才因为你们有很多 那些可能外劳 而且大部分有一大批人 都是非法的 非法这些人 绝对不会出来 绝对不会出来 去医治的 如果他们有问题 等一下我看看 不要发一个短讯给我 我们再说 他问我怎么create这些东西 因为这个是zoom 我在zoom的之前 我有一个video mixing 就好像一个摄影棚的系统 在那边才把它播出去 所以你看我的转发 我要转到另外一个视频 要换人是立刻的 是吗 不用慢慢去share 慢慢去click出去 所以你可以加这样的系统 在你的zoom 你的会议室的前面 那么这个前面变成 我也可以用这个来制作一个节目 你就每星期开始 每星期 每周的周五的下午 两点左右一个节目 访问一个人 交谈一群朋友 分享这个吃的智慧 分享这个大健康 直到你熟悉了 差不多每个一样天 直到像那个one minute 那以色列 现在他移民到新加坡来 他搬到新加坡来 他可以做one minute 他飞到全世界去拍拍拍 他的短片只是一分钟而已 这一分钟会跟你分享不同的题目 所以这个也可以变成一个制作 一个节目的制作 好好的把那个谱子写下来等等的 那么我非常开心 我看到一个照片最近 这是我们的北马那边 我觉得 他也可以这样开始做 我让你看看 这个 你看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第一步 你只要你踏出的第一步 他只是买了什么东西? 他只是买了一个圆的LED ring light 光环 他厉害 在光环上面 你看有三个架子在那边 所以他可以放三部手机 奇怪 为什么你需要三部手机 为什么人家要设计一个东西? 当然一部手机是拍的 会播出去的 第二部手机呢 可能就是你要互动的 看他的短讯是写什么东西的 第三部手机呢 可能就是你那个时间的 那个稿 下来我应该要说什么了 就看看 提迟一下 所以有三个 或者如果 除非你是已经熟悉像Perry这样 不用搞的都在脑子里面呢 因为他无时无刻都在想 他的flow 已经在他的train of thoughts 已经在那边了 一个长长的火车 他从 当然听很多东西可以重复重复 但是重复到变成 muscle memory 他自己是自动的 好不好 我们就要达到这个标准 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网上 要分享是什么东西 而且 真的要希望你能 感动 你能感动到 听者 为什么刚才我放那些片上去 因为那时候很有空的时候看这些 这个是年戏剧来的 诶 有时候你看到某某 听到什么音乐 说什么话 非常虐的感觉 非常感动 但是刚好登科就非常适合 除了那个剪出来 刚刚好放上去 我觉得他也会感动到人 是吧 因为我们是重新而发的 我们真的要跟你分享 好不好 那么现在看看时间在上面 我会把音响开了 好不好 那么希望 我知道我们一些主管也在网上 可不可以邀请你们也 上来跟你分享一下 好不好 OK I'll unmute 太好了 好 十五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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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